喜欢胡歌的人,都了解他属于比较感性的人,有时候喝点小酒会在微博倾诉, 但是前段时间,对昔日同门师弟向晋夫家报事件的一番感慨, 却让他陷入了舆论漩涡,遭受了一段时间的网络暴力。 谁也没想到一向黑不动的胡歌,就凭借着一段文字被贴了不尊重女性的宝藏男孩标签, 并且以往与朋友开玩笑的言论也被扒出当成黑历史。 随着事情闹得沸沸扬扬,几番热搜的情况下,公司也发布了声明,抵制网络暴力。 但没想到仍然有网友对此很执着,继续要胡歌道歉。 整个事件的发酵,多少降低了胡歌的路人好感,被吐槽人射崩塌。 而期间除了金沙就澄清踢屁股一事,当时香格里拉剧组站出来解释力挺之外, 也鲜有好友为胡歌说话。 不过12月8日晚,好友胡冰在澳门国际营展参加活动, 接受采访时谈及胡歌为蒋进夫发文,引发争议一事。 没有含糊其词保持中立,直接力挺胡歌,很酷。 胡冰直言胡歌人很好,并认为胡歌发文感慨传达感情是正常的, 谈不上人射崩塌,因为他一向感性,可以理解。 但值得注意的是,胡冰力挺胡歌之后,又提到跟在他后面转发写的一些演员, 并吐槽感觉缺少文化,不知道想表达什么,看不太懂。 胡冰的这番言论,既力挺了胡歌,又表明了引起争议的点, 在于后续明星的转发,打脸了一些跟风者,被网友力挺,很刚。 事实上胡冰的感受,跟大多数网友的观点一致, 认为胡歌原文只是一番感慨对方的变化, 并没有为蒋金夫家暴战队的意味, 半倒因为一连串的转发引起歧义。 而胡歌发文后,鼓励纳扎,于浩铭,孙逆周,张哲汉等人均转发并聊起自己认识的蒋金夫, 所以大家也不免猜测,胡冰所指的缺少文化,到底指的是谁。 无疑这也是很明显的事。 回顾一下,纳扎作为轩辕剑剧组成员, 感慨当时与蒋金夫一起出出道的时光,没什么大毛病。 孙逆周感慨对方帮助过自己, 但一句无论如何我相信你,也是让人emmm。 张哲汉前半段谈的是心里的阳光男孩, 后半段犯错勇敢面对,一起等待真相, 跟那扎的表述没差多少。 能看出前面继位,抓住了胡歌的行文逻辑, 先谈自己眼中的蒋金夫,再说错了就要面对, 并get了寻找真相,这个不该get的关键词。 而最尴尬的莫过于于浩铭, 只get了喝多,三个自我赞他。 难免被认为有战队里挺对方家暴之前。 而于浩铭也因为一个站字引发了热议, 遭受了网络暴力, 随后不得不一而再再而三出来解释, 但后来解释的站字含义, 也是男子原集说, 怪就怪第一条太节省了。 后来又不得不承认自己犯了文字错误, 为不当言论道歉。 与浩铭遭受争议之后, 蒋梦杰居然没有吸取教训, 说出一个巴掌拍不响的论调, 也引发了吐槽。 随后也不得不道歉, 说自己做了错误的引导。 而期间最惨的应该是林更新了, 感慨下一晃七年了, 也被卷入风波。 就像胡冰所言, 他们究竟想表达啥? 文字上的错误, 再加上时间敏感点跟风表达自然就形成了战队的误会, 因此第一个发文的胡歌, 自然成了众世之地,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